首先我们先从基本功路门来讲起 我们会从手型、步伐以及呼吸 这三个方面做些介绍 我们在手型上面要特别注意 要把手指展直、虎口撑开 我们的每一个手指都代表着一个内障 吸、肝、脾、肺、肾 五个手指和我们的股脏相连接 所以我们在手型上面一定要把手指要展直 能够起达你的手指尖 虎口要撑开 另外在手腕上面要特别注意 要让手腕的外侧和内侧的皮肤均匀地伸展 如果你的手腕内侧皮肤松懈以后呢 气血就会到手腕这里流不过去 那么就没办法来到你的手指尖 所以这时候你要把你的手腕稍微微地抬起来翘起来一点点 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你的整个手指尖 指肤上面都会有疏忽麻麻的感觉 这时候呢整个气血是最通畅的 我们的手臂上有手三阳手三阴六条筋膜 这六条筋膜呢在我们的手指尖进行交汇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膜稍稍结 才能够领起来 手指尖也是我们身体的筋梢 所以要气打筋梢 两个手都是一样的效果 这是在手型和手腕上面 大家练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点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步法 我们做这个时候呢 双脚是外八字的 这个时候呢 要把你脚上建立一种螺旋的力量 从你的小脚趾一直到你的大脚趾 要那么微微地向内旋 从脚踝的内侧向外侧要向外旋 你的脚上就像扭毛巾一样的 前侧向内旋 后侧向外旋 大家看一下 双手呢放在脚上 让你的前侧微微地向内旋 后侧呢向外旋 就像九毛巾一样的 这样的话你的脚上就会形成一个螺旋力 我们在坐着的时候 均匀缓慢地俯视呼吸 当你吸气的时候要感觉到你的下腹部微微地融起 呼气的时候要感觉肚脐靠向后面的颈部 吸气下腹部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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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所以当你的呼吸能够变得更加深长均匀缓慢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的去激活腹部的神经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呼吸到齐受于天齐 也就是说当你的呼吸变得更加深长的时候 你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 所以我们提倡深长的腹式呼吸 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动作可以有大小快慢之分 男女老少根据自己的情况 以舒适为准 假如有些人有腰痛 有颈椎不太舒服的时候 那建议你的幅度呢 做小一点点 动作呢 做慢一点点 以舒适为准 因为八段体主要是以养生康复为主 不是去做到一个标普的动作 所以每个人不要去竞争 也不要去攀比 我们做到自己最舒适 最适合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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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